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今天是1月31號 2021年 那麼 這裡有一段呢 是我跟我在美國很好的朋友 Dr. Wu 他姓吳 不過在 在美國出生了 中文講的不怎麼樣 但我們在美國關係蠻好的 那麼最近在1月6號 1月6號的時候 我跟他問個好 我就問他說 他那個美國現在情況 到底怎麼樣 他給我回了一句說 Just like you told me 10 years ago prepare for violence, lockdown and persecution how are things in Taiwan 他意思是說 就像你 他講說 就像10年前我提醒他的 以後會發生暴亂啊 暴動啊 封城啊 逼迫啊 10年前他聽我這樣子講的時候 還有點半信半疑的 結果沒想到10年之後 所有10年前我跟他講的事情都發生了 那我想10年前是很少有人會看到今天的這個 這個局面 在選舉 美國選舉之前的這些局面 那 那當然他就問我 我這邊好不好 我說我這邊現在還可以 還蠻平安的 那我想說的是 呃 其實我也忘記10年前我跟他講過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大概 大概我身邊的朋友有些稍微都有 都有提醒過 但我不太記得我特別有跟他講 但既然10年前我就看到這個景況的時候 所以7、8年前神呼叫我們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的猶豫 那 我想說的是說 每一個人的看見 包括先知的看見 包括這個最近可能有幾位比較 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幾個比較有名的先知 那他們所發出來的預言 在選舉之前 那有很多有關川普的預言也好 誰誰誰的預言也好 那不管今天的結果 暫時的結果 幾家歡喜幾家憂 那我想說的是說 我現在反而是 very hopeful 我反而是帶著很有希望的 那當然每一個人看見會不太一樣 那 我是想說 有一些人他看到的是會比較悲觀的 比方說 神的審判來了 或等等 那我覺得在聖經裡面的預言 除了聖經裡面 講定了會發生的事情以外 其他的預言呢 他都有他的不確定性 而且可更改性 比如像說 我們也知道在 在雅哈王的年代 或者其他王的年代 可能他在哪裡冒犯了神 但是他悔改 神本來講說你必定死 或者你死五 你最多活多久 但是他悔改了之後呢 這個結局又改變了 審判就又不下來了 那不是說 這個先知發的預言不准 有時候有些先知發的預言 它是一個警告性 如果你不悔改的話 接下來可能持續的 會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有往往看到說 因著人悔改 就像聖經裡面這些王悔改 那他接下來結局就不一樣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白目的王 就悔改 然後又去冒犯神 結果還是把他的審判還是下來了 就像雅哈王一樣 很多的先知 他所看見的都不一樣 有些先知他看到的是過程 他以為他看到的是結果 那有些先知 我會看到的一些結果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的先知 他們是看到部分的picture part of the picture 這個整個的大藍圖裡面的一小部分 那他把他的那一小部分 或者那感動給講出來 但這並不代表說是結局 那所以他有很多的variable 包括神也會看說 這個這一帝的子民 他悔改的程度是怎麼樣 而進一步的扭轉他的心意 改變他的心意 這是有可能的 但雖然十年前我就看到美國 在 但我不見得知道說是選舉之前 會發生這些事情 但十年前我就看到這些景況 但是我現在根據我所有的資料也好 或者我的禱告 或者神給我的啟示也好 我反而現在覺得是充滿盼望的 不管結局是怎麼樣 那我們從啟示錄裡面來看 其實基督徒沒有什麼壞結局 不是與神一同做亡 要不然就是進入新天新地 我們從這個最後的一個結局 來看現有的 從永恆裡面去來看現有的 你也就不容易陷入 現有暫時的一些 比較 比較這個 容易陷入一個比較狹窄的思維裡面去 從永恆去看這 看現在的話 那你也會比較寬鬆一點 反正你知道說你最終的結局 基督徒沒有壞結局 沒有什麼壞的結局 照著啟示錄裡面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過程 會有一些需要去經歷的過程 但是沒有所謂的壞結局 我希望講這些話 有鼓勵到一些人 我也不曉得 到底有多少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但希望鼓勵到一些人 也祝福到一些人